第五集 好 回來 第五集的《比利晚報》 有個嘉賓 如果有看《比利晚報》 應該認得他 Eric 其實未必認得你 你那時候上來也戴口罩 也不是 最後沒有 最後沒有戴 Eric就是移民公司負責 他有多了身份 就是在那間離婚公司 是啊 我真的未聽過別人有離婚公司 因為有些人要搞移民 搞到離婚 你看到這麼多 一開始就這樣 OK 一開始就這樣 好了 我們先講講這首歌 Iu 今年的 來香港唱的那一首 一人之景 林家謙的 那我就想講 大家知道Iu 因為我飛機偶像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想過Iu 來打飛機的 那我是OK的喜歡他 那應該要這樣形容 阿正 可不可以這樣形容 亞洲天后 天后 那他有talk 是啊 一線一的 在韓國肯定是一線一的 在亞洲算不算是呢 我們認識他 如果香港人普遍就是 2015年來香港去唱起貼街 9年了 那你如果記得他當時唱起貼街的時候 15年了 21、22歲 那這一個呢 就是今年 嗯 喂 成熟了很多 真的 達了9年了 現在成30歲 31歲 那 反而我覺得 現在就 多一點 有些肉 有些什麼 拍拖呢 跟李宗石 都拍了一年幾拖 也過了30 那反而呢 就更多樣化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唱歌是好的 但是 還有最重要的 很好誠意 每次來香港 要學首廣東歌 真的很難 不過他原來 因為要學廣東歌 還有他 他經常去的 他沒有回大陸 是去香港 和台灣 那他其實原來 學了廣東話中文 學到第十級 那他有些廣東 他真的會聽 會說很多 那他為什麼要學呢 據說是因為 每次來香港 最初來 也很少人看 就是狗展那些 幾千人 他說那些歌迷 每個都會唱韓國歌 那他跟那些歌迷聊天 那些歌迷是不懂韓文的 那他為什麼會唱韓國歌 他很感動 所以說要用一些東西來 報答歌迷 去台灣也一樣 他接著去台灣 他不是學國語 因為國語 我想他們很多都會去學 問南話 他學 他也有些語言天分 我覺得 我看到他除了有翻譯之外 他自己真的會說幾句 廣東話 用得很對 當然可能是教定 但他用得很對 譬如說 我會努力的 那些 不是我們粗開 真的很難說 不過我經常覺得韓國話很奇怪 我當然不懂 但很多音 他真的跟廣東話很相似 真的很相似 有空我們先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好了 Eric 有幾個文章問你 首先 我們下一節還會有 Eric 這一節 我們除了聽歌 說了《I you 》之外 你有沒有看韓劇 話說回來 很少 有網友說 這個是誰 原來是豹彩 因為你不看的 不看 我又不會覺得很大的損失 我們看韓劇 是比較容易看的 因為他基本上 那些套路 其實真的不 真的 我跟大家說 他最受歡迎的 其實我們很少看的 他最受歡迎的 那些什麼 《Penhouse》 《上流之戰》等等 其實我簡單來說 你一看劇情 我沒有看進去看 其實就是香港那些 《真產》 《屌女絕政》 《毛澤哥來奶奶》 有很多編劇 有很多人追得到 我們一般來說 都少看一些 看一些另外的 那些 為什麼我說韓劇 比較容易 因為文化比較接近 而且 他是很受 港劇 港產電影影響 你是很容易 就會去 配合到 尤其是儒家文化 但他們比香港 更保守得多 那麼 唯一的遺憾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下個星期 阿晉放假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嘉賓 其實 真的很慘 因為香港 沒有辦法 市場 還有主因 你問我 市場勢固然是主因 但是那個 時代的改變 限制了那些題材 那個 你終於都會搞不到 你怎麼打算 那些導演 特別是我們年輕的那些 我看到 勇志光 何作天 他們很努力 但是 我覺得 始終 自由是一種養分 說真的 你一要去想 要避 那些事情 就沒有太好看 你也不知道 那些事情 會說 快點 吃海底撈 這樣也被人說 因為這樣 對白 這樣 其實 只有一口笑 好了 好了 說移民 當然要先說移民 喂 我想問問你 移民的近況如何 移民生意 高潮過後沒有 還是繼續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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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是你 是不是做得差 還是行家聊天 也是這樣 行家聊天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我們 比較上應該是做得好一點的 因為在Google 我也看到 搜尋 搜尋 volume 是低了很多很多 OK 最高峰 你說可能21、22年左右 嗯 可能每個月 15萬個 搜尋量 是 現在跌了差不多八成 八九成 但是那個closed case 即是你們做到的 都是跌了 closed case 自然一點 closed case 又會少了 因為 21、22是很有決心的 是吧 那你去到24年 你都還在 那麼決心 就會差一點 OK 我有時候是這樣想的 21、22的時候 喂 那個潮恐我們問一下 那譬如那時候 你們有沒有計過比例 譬如那時候 你15萬個 搜尋 你譬如有100個 是成功做了的 那個比例 那個percentage 對比現在的percentage 現在都是低了的 都是低了的 我還想著 如果現在 都說要去走 可能更缺斷 為什麼呢 我是想著 喂 先看看 誰知道去到2023、2024 哇 這麼混蛋 不是啊 打羽毛球 是少了 是少了 現在那些 有很多問題 那邊如果我找工作 找不找得回 香港那份 那時候 那時候也有這個問題 有 但是那時候 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能不能離開 可以什麼時候離開 現在的問題 找不找得回 那我當然要想清楚 你找不找得回 好看你英文如何 好看你做什麼行業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遇過那些客人 即是無論是在我那裡燒回來 還是你在外面燒 他 他 其實我們俗服務性行業 我只敢這樣說 我就說 會將 他找不到一份 好理想的工作 或者 於是乎 或者很不適應 反而中國的責任 放在你那裡 會不會有這樣的行業 多數都會的 多數都會 但是 你找得回我 我當然是打開來講 打開來講 就是告訴你 很難找得回你做的那份 做的那種 除非 你像我那樣的 在美國做的事情 英文很好 文化融入 我去interview 我都浪費一點 但是如果你英文不太好 我想說 就算英文好 如果文化融入不了 都找不到 其實也是難的 很難的 是啊 很難的 假設你沒有在加拿大 做過的事情 也是很難的 那別人為什麼要聘請你呢 那麼多其他加拿大人 失業了 現在過六 就聘請回加拿大 我的經驗呢 我剛剛去年去了英國 那裡 整個月 三個禮拜 就去探望那些朋友 其實呢 我就覺得 我們不要報喜不報憂 我的親自的體驗呢 其實很多朋友 移民過去 先講他們的生活感受 其實他們沒有直接跟我說 我的感應呢 他們也很矛盾的 就算移民過去 有些人呢 就記例之則 這些是性格來的 有些人呢 其實也都仍然是很不憤 就是覺得搞得這樣 於是他們 有時候你看到他們的社交媒體 的憤怒更大 但是這件事 最主要就是看看他們 找不找到工作 因為他們越沒有工作 就越想 找到工作 我不要說 找不找到他們 喜歡做那份工作 他們可以投入工作 我經常說 你有工作 有學 你就不經意地 都是容易融入社會 沒錯 但是我自己親自去過 我跟大家講 我真的覺得 沒理由找不到工作 是你 即是在英國 我說 是你自己 願不願做的 加拿大也是 你不要用歧視那件事 就像剛才所說 沒有人選擇 所以沒有錄的 在加拿大 他跟我說 他做過的 譬如我請一個 我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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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簡單 他告訴我 我一看 他是在加拿大做過的 跟你在香港做過的 但沒有加拿大經驗 其實不是奇不奇事 我真的好像 我會請加拿大做過的 是吧 一定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說 我 我不選的 我什麼都做的 其實我覺得 即是我去到那邊 探望的網友 那些網友認得我 是基本上 那裡找到工作做的 什麼都肯做 就是一定有 因為真的 而我 我真的想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大家 性格不同 你只要找到工作做 一接觸社會 就會有機會的了 我經常覺得 即是最老頭的 他動起之招魂番 就有軌道 就好像我們做生意 那樣 我打開一檔東西 你不要想太多 不能計算得那麼盡 我打開一檔東西 我賣東西的 我動起一招魂番 我就自然有軌道 你剛才來到那裡 我去看 就發現我多了很多不同的科目 那為什麼 不是我找人 別人會找我 那你要踏出第一步 譬如我 我根本 我什麼都不懂 我英文都不懂得多一句 你知道 我有網友在那邊 駕駛Uber 有多有型 他英文都是 OK的 但也不用很好 因為他真的要收Apps 好了 因為他駕駛Uber 駕駛一下 他都會懂得多些人 熟 一些人和他聊聊 你會從香港 為什麼你會駕駛Uber 聊聊聊 後來那個人 另外一個partime 都是做倉的 我有份倉務 因為為什麼 他們那邊很過癮 除了Uber call 車 在香港我不知道會不會 他們有些人會說 不如你每天早上來找我 就是那些 熟了 他又做倉務 那就多了一份做倉務 就是partime filler 那天他放假 放兩個星期 你最過癮的是 我們有個客人 我講過他做兩份倉務 他老婆在香港教書 他由最低的 11磅的 狂人餐館 因為他有三個女兒上學 不做 full time 結果他現在有 有六七份任何選擇的 都是partime 工 都有十幾個小時 十五六個小時 因為他們覺得他 這麼厲害 這些數學 為什麼呢 他一聽過電話 兩個糯米雞 一個乾燥牛可 18磅 25磅 5加10 就20 你貴就要5加 按 他又要中了部機 那你就用你的能力去找機會 就是 唯有是這樣 你立刻想著 說真的 一問你 Eric 我可不可以找回我 一模一樣的工 我都不用看他的履歷 我都覺得 嘩 我都爭吵地底 那好了 那你過去呢 過去的 case 那些人 二一文 有沒有跟你還有聯繫 少一些的 成功原文 有 因為他現在要 他很多做一年工作 去加拿大 做一年 要申請下一個 BR 找回我 你跟他們聊天 會 一般人 在你那些 case 就業 學業情況 如何 如果open work permit 就多數都找到 有些 譬如說 之前澳洲讀過書 美國讀過書 那些就好一點 找得回一些文職 多數找回一些文職 如果不是的 一路全部香港讀書 香港做事 那些 就可能是先做餐館 或者倉庫 然後自己再去找 因為你要開始計算 當然 當然 因為那個 先做 一邊做一邊找 其實一邊做 就像你所說 你會認識越來越多人 是啊 你沒有辦法的 認識鄰居 認識一些同事等等 你認識多了人 機會就會出現 我告訴大家 如果現在 譬如我這堂工作沒有了 我沒有工作 我真的要做 我什麼都做 我不是踩擦擦擦 我什麼都做 如果我需要一份工作 要養家 你還選嗎 是啊 不要說我十幾二十歲 要認識人 就算我現在五十幾歲 我都會 總之在市場上 出現 你就有機會 譬如我做擦擦擦擦 你還說 你好 喂 你現在在這裏 我沒見你 你不是做KOL 你不是做KOL 找我喝茶 你不知道 你躲在家裡沒有用 是不是 好了 喂 現在香港人 現在查詢 到了2024年 是 之前我們 其實這天最多人去英國 是 然後呢 加拿大 台灣 澳洲 台灣 現在呢 差不多 都是英國最多營業 英國呢 就有些 不是全家的 很多人呢 就是小朋友在那邊讀書 是 然後呢 就想做BNO簽證 嗯 就是他原本是學簽 學簽不可以移民的 或者英國 就是你畢業 英國不是很給你 那很多幫小朋友 做BNO visa 嗯 這個英國裡面 最多就是這個 整個家就是少的 我兒子是用學簽過英國的 但是學簽 然後他回來 我不知道什麼事 回來一兩個月呢 那時候已經批了BNO visa 然後就 變成用BNO visa回去 OK 其實是不是那一刻 就已經計算了 報到的了 用BNO visa 批的時候已經計算了 計算了 OK 因為他沒有做任何事 之前最初呢 又說要去哪裏 警署報到 現在什麼都不用做 我兒子已經去幾年了 OK 我上次呢 去英國呢 他又按摩摩摩 接著問我來做什麼 我去探望兒子 他第一次來英國 我說 是有點慢 不停問我 然後呢 他眼睛按摩 啊 You got a BNO visa 是啊 OK 因為他按摩 知道我有BNO visa 但是我BNO visa 我已經過了 因為我申請了兩年半 不知道過了沒有 過了沒有 都沒有 沒有想要申請 因為現在我 但是呢 那時候呢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幾年前 你們看我們的節目 那時候你跟Eric 去移居 或者買樓 你不要管 因為最主要是我們的網友 我不知道在哪個區 因為英國經濟 老實講 很差 但是呢 我看回呢 就是我們很主要我兒子 或者我的粉絲 或者我們很多網友 在萬成聚居 哇 萬成就全部跑贏了 跑贏了 如果你們兩個無端端端 我可能看回 原來對比我們幾年前介紹呢 起碼升了20% 是 起碼 萬成和中間那個 我現在很後悔了 不過 這麼說 如果那時候買呢 可能是12-13元 對 是 那時候比較貴 現在買呢 你好像說 貴了20% 但是你英鎊 你現在升了 都是10左右 那你又是差不多 我看到那時候20多萬磅 那些 30多萬磅 原來有些 兩房萬成的 新的 40多萬磅 那時候 你介紹的都是30多萬磅 那些 但是你說 45年搞錯 45年才升20% 真糟糕 你以為香港 喂 很好啦 應該有些地方 是沒有什麼 甚至乎有 看地點 有些會 會 會回落一點點 經濟差 我想 很簡單 你也是 你沒辦法 太多香港人過去了 我們去到萬成 你有去過嗎 萬成 你一定會有去過 我就去 我想想 你真的可以說廣東話 到處 還有 今次阿靖 很久沒有回去 你回去 在萬成街上 走明星 我也很飄飄遠 他想到哪裏 我會想 給你去吃東西 為甚麼呢 我會想 你們真的很悶 因為 你有沒有聽到誰 我又有聽到 阿靖 你又有聽到 阿靖 我又有聽到 阿靖 你又有聽到 蕭産 你又有聽到 劉西良 你這麼有空 你很難的 然後我馬上想起 那時候你不是說過 你讀書的時候 不是聽到 甚麼不知心 就是那時候 周庸 周庸 其實不是悶 你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沒有事做的 沒有事做的 踢包 或者 我就是這樣 去賭錢 我兒子賭到 三個賭場 不想讓他進去 其實 不是贏輸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幾好 覺得他們是Teenager 因為原來爆過很多鑊 一定要 要加獎 什麼呢 要我們拍個護照給他看 就是說 是我們 知道他去的 那麼 那麼 那麼他在那邊 就問他媽媽 當然不會寫給他 那麼他就 唯有戒賭 沒辦法 不過他索了幾萬磅 很厲害 是啊 索了幾萬磅 他到最後一句 都跟他媽媽說 他不敢跟我說 說 是你們灰 為什麼你不覺得 你是萬中無一個一個一個呢 就是 我心想 我真的沒見過 賭錢可以 成家 贏錢 快點學費 那他當然不會 當然這個 好了 他們一般的就業 學業又怎麼樣 你問一些網友 我小朋友最開心的 開心的 其實小朋友開心 家長自然開心 老實說 你移民 英國加拿大 你也不是想著 一定要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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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放下那些 那種讀書科 我呢 見到 這樣 我跟網友聊天 有時候我專門不說 因為這樣說 會有些網友 即是外國的網友 不開心 其實 即是一半一半 即是現在 既然你上來來說 其實我有一些網友 他真的不太合理 真的不開心 但是 我看到 通常是怎樣呢 就是 如果你有小孩子 在那邊讀書 因為小孩子這麼開心 父母就覺得 我現在的不開心 或者我現在的屈袖 是值得的 是的 因為小孩子很開心 沒錯 但是我反而 看到那些 沒有小孩子 老實說 我平時節目真的沒有說 有時候香港01 賣出來的那些 其實我真的有些朋友 回流了 受不了 我也有 明明 去了加拿大 英國也有 年多 回來 我以為回來 探父母 不是的 真的受不了 因為他們沒有小孩子 就變成 那個決心沒有那麼大 會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真的要想移民之前 其實都是真的要飛買一張機會去 看看有機會住 十日八日 看看什麼環境 就是 老實說 現在那邊是很方便的 什麼都可以吃 但是 都跟香港有分別 是嗎 會的 你要習慣 這些 都是有分別 食味越來越近也好 都是不同的 香港 你下街 就算你講到現在 真的很多東西都有 牛雜 都是 什麼 牛雜 兩件事 有牛雜 我看不到有牛雜 沒有 燒鵝吃 燒鵝肯定沒有 不是 但是你說我在萬城那幾間 酒樓 那些點心 那些東西 是完全OK的 完全OK的 我覺得 somehow 比香港還便宜 我也說 我去到 塗料理城台網友 給你吃飯 不是豪 我的豪言就是 你給我吃飯 就賣單嗎 流水值那樣 坐十九多人 吃完又換人 就換人 我後來計算 都是 二百多磅 十九多二十人 沒有人 二百多磅 就是二千多元 就是百多港幣一個人 在香港有時候 不行 我會吃很多東西 我會吃蝦餃 如果說喝茶 反而便宜 我覺得在那邊 但是你吃個餐 如果這樣 好像一條口 我做個牛腩麵 牛腩麵 凍奶茶 十幾磅 十幾磅 家子也要二十元 十幾磅 含家產最嚴重的是什麼 幾二十元 加拿大貴的貴嗎 你幾年 貴 你貴很誇張 你貴很誇張 加拿大好少少 你投了票嗎 沒有 你投什麼票 加州又沒有投 你都要投 一票也不能少 加州好像是廢 或者你轉紅州 轉不到 現在很難轉 不是啊 今天又聽了 很多 今天又被人拍了出來 一輛車 不懂得說英文的移民 還有一些人被人拍出來 和你們填 這樣也可以 去投票 是嗎 加州的廢柴 這樣就不會 只要說廢柴 過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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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票也不能少 我現在要拉票 飛回去買一張機票 大聲飛過去投吧 大哥 但是加州有很多人搬 是很多人 多厲害 你投就投民主黨 然後就搬到德州 是呀很多 你們兩個都這樣契弟 德州的稅是否便宜一些 德州是零收入稅 即是州不收你收入稅 加州就收很多 加州現在賀錦泰說要加到28% 28%差不多 加州 真的像兩次 是一個州而已 你明明是聯邦 喂 小朋友都讀書開心 現在移民 剛才講到一半 最熱烈的就是 仍然是英國 對 加拿大 加拿大 然後可能澳洲 澳洲和葡萄牙 台灣就是因為他的政策 大家明白 現在很少 很少台灣 之前他們做的 結果現在輪到沒有 好像有兩個是真的過了去的 開了一盤小生意 現在都過了兩年多 兩年應該沒有 還未被他申請 還未被他申請 還未被他申請身份證 因為他現在呢 他到現在都堅決說 他們沒有改過Policy 是啊 沒有改 實際沒有改 他到現在都是說 不夠人 是啊 所以從以前一年就有身份證 現在搞到可樂 我認識那個朋友四年 都算是厲害的了 是啊 算是厲害的了 我們有些早期的 是有身份證的 但是很早 很早 可能 before 20 就是 浪潮之前 是在浪潮之前 2019年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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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其實如果說 我聽我的老友講 如果說太久了 七八十年代 你基本上去拿就可以了 是啊 是啊 你肯去拿就可以了 但是那時候你不會去拿 你肯去拿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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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會去拿 所以我經常都說 早點 有政策的時候 你就快點做 現在澳洲其實 其實澳洲沒有政策 沒有什麼政策的 很難 是難的 澳洲那個政策 基本上就是要你們 在那邊讀過書 的機會才大 讀過書做過事 英文滿分 OK 碩士以上 35歲以下 那就有機會了 或者現在已經在澳洲 在澳洲 現在已經在澳洲 在讀書 那些就沒有很多 OK 如果我現在安排過 在澳洲讀書可以嗎 很難說 為什麼呢 因為你讀完書 是四年後 四年後的政策是怎樣 不知道的 他可以關門 也可以開門 OK 大家 整個世界都是反移民 整個世界 加拿大又減少了 美國是力氣適傳的人 你申請移民就 nicht 我們去墨西哥走 走那就行 這個世界是 inc Moder無論的事 你 96妳? 我真的不明白 那些投民主黨的人 話是說 Nueva 不是我們的政治�� About 擺 implement 你只是個普通人 那些人不能夠 你是移民公司 離婚公司 為何加州會這樣投票 這些人不是武力吧 現在我不是說美國是移民國家 就是正常申請 很正常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在香港又說我要投資移民 又說這個路 八百萬一千萬 都未必可以 反而你鼓勵我 隨便拿一個觀光簽證 然後就硬留在這裏 因為現在簽了法案 香港人不會趕你走 然後駁他大卸話 他不知道什麼 什麼政治病戶 總之多多時間留在這裏 反而這樣就可以 那你說是不是 我去申請移民美國就好了 你可以這樣說 是的 美國只是瘋了 走過去好好的 還有錢給你 租房子 現在還說 紐約州長定加州 說要借15萬去武港 要不要還 給他們做生意 黑人 如果是黑人的移民 非法移民 這麼奇怪的國家 這樣選得贏 不是我想去選贏 我真的想看看是什麼事 好了 這一節我們不要說那麼久 葡萄牙呢 那時候你上來講 黃金簽證 其實現在還沒有 黃金簽證是有的 一直都有的 它取消了房產的投資 即是不讓你投資房產 為什麼呢 因為說 政府覺得現在的樓價很高 一定是你們的 高一點 一定是你們的黃金簽證 不讓你投房產 不讓你投房產 那就由去年 去年十月左右 就不能投房產 一定要投他們的基金 即是葡萄牙自己的基金 好 其他葡萄牙的基金 買得到嗎 一點點 我就跟二三十個基金經理談過 我覺得有幾個都似無似樣的 但是就 百分之六十的錢 你是要放在葡萄牙的資產上 但是不可以是房產 這個 投資風險就會高了 葡萄牙我真的不知道 去經濟 放在葡萄牙的資產 又不可以是房產 葡萄牙有什麼發展呢 葡萄牙 自己的銀行仔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小小的產業 風險一定大了 不,如果葡萄牙有私朗基金我買 你有沒有踢球 有 有 有足球基金 足球基金這麼窄窄的 是私朗的 私朗就是我 有足球基金 專門的月祖 頂祖球隊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正式說 我們移民英國加拿大葡萄牙 現在有什麼最新的更新 大家要留意什麼 休息一會